大家好,我是可见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有句老话是这样叫的 树枯,根先些,人老,腿先摔 人的腿脚就像树根一样,支撑着人体 人开始走向摔老,腿脚也就出现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的下半身分布着竹三阴 竹三阳六条经脉 也就是连着肝胆、脾胃、肾和膨关六个脏腑 能够反映出这几个脏腑的肾衰变化 比如说肾虚的人,肾气不能够乳养腰腹 就经常容易出现腰腿疼痛 另外,我们的脚是属于人体的末端 就像一条河一样 水量减少的时候,下游是不是容易干枯 所以人体的气血营养不足时 也是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脚 气血衰弱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腿脚抽筋 腿部皮肤干燥等情况 我们的腰腿不好主要就是骨头和筋的问题 肾足骨,肝足筋 所以强腰转肾,重在补肝肾 今天教大家一个食疗方 把这几种家常的食材搭配在一起 能够一肾故筋,活血化瘀 强转腰膝,让你腰腿转,寿命长 首先准备20克黑皮绿心的黑豆 黑豆被誉为豆中之丸 它性贫胃肝、乳皮、腎筋 具有很好的补肾、强身或血溺水的功效 黑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尤其是黑豆皮中的花青素 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经常食用对于男性增强体质 缓解衰老,大还有皮液 如果经常工作压力比较大 加班,睡眠不好,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记忆力下降,掉头发,腰膝酸软 经常还容易感冒和发烧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多吃一些黑豆了 因为出现那些情况都是肾虚的表现 需要补肾、养元气 黑豆就是补肾最佳的补品 它比韭菜和生蚝都要好 黑豆是一种常见的豆类 也是中医认为肾之骨 具有补肾固筋、脂婴润躁、活血化瘀 清热解毒等功效的 黑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以及维生素和矿物质 常吃不仅可以清除体内质有机 延缓细胞衰老、增强免疫力 还能够预防多种疾病 接着加入三颗的红枣和黑豆 一起将它淘洗干净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你总是感觉到眼干、眼色、看不清楚东西 而且还头晕耳鸣 夜里失眠等睡不着觉 还容易出现腰腿疼痛、酸软、腿脚抽筋 这些都是肝肾阴虚的表现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 每天适量的吃一些红枣 就能够补肝肾之音 再加上红枣、羊血、补养肝体、肝肾同补 中医认为肝阻筋、肾足骨 肝骨既然要肝肾、筋血、筋液的充氧 又需要肝肾阳气的温馴 一旦使肝肾精气受损 损伤的肝肾就会导致出现腰腿疼痛、酸软、腿脚抽筋 并且还伴有眼干颜色、看不清楚等作用 那这个时候适量的吃红枣 就可以起到补养肝体、肝肾同补的作用 清洗干净后用剪刀把红枣的果盒去除 接下来准备一小勺的黑芝麻 大约5到10克之间 黑芝麻被誉为黑色黄金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E 以及多种矿物质 尤其是高含量的黑芝麻素 对于滋养肝肾、无法养颜、有显著的效果 每天一小勺的黑芝麻 制成黑芝麻糊或者黑芝麻丸 也可以煮粥加上一小勺 长期食用能够有效地改善 腰膝酸软、肾虚引起的腿疼、头晕、耳鸣等症状 黑芝麻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钙、磷等 营养对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多的益处 现在正是芝麻大量上市的季节 两元一斤 便宜、好吃、营养 芝麻还被誉为是养胜冠军 味道香浓、口感绵软、湿滑 芝麻含丰富的上食纤维 经常吃能够帮助消化和通便 改善便秘问题 芝麻还是一种热量非常低的食物 特别适合在减肥期间或者是控糖期间食用 芝麻还富含钙、铁、维生素C和多种营养物质 有效地增强抵抗力和美容养颜的作用 还能够保护心血管健康 芝麻中的植物栽醇能够降低胆固醇吸收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冬天特别适合吃芝麻 能够预防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 另外经常吃芝麻还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 芝麻还常被用作是防止癌瘤的药上 在癌症手术后都可以吃一些芝麻 能够帮助、康复 芝麻给它去皮 然后切成小块状 切好的芝麻呢 我们直接把它放入破壁机中 再把其他食材也一起加进来 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喜欢浓稠的就少加一些 喜欢喝稀的就多加一些 然后盖上盖子 直接用豆浆键打成豆浆就可以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后直接倒入碗中 看一下非常的香浓、湿滑、棉稠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朋友们可以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或者少许的蜂蜜 调味也是可以的 但是血糖高的朋友就不建议了 这款黑豆、芋头、黑芝麻、虾红枣 搭配在一起 打成像这样的胡状 非常的好喝 而且很湿滑 饱腹感很强 低热量、高蛋白 而且营养很丰富 如果您经常腰虚酸软 肾虚 咽尿多 睡眠不好 腰酸背痛 一定要多打来喝 不仅可以增加饱腹感 还能够预防疾病 喜欢的朋友就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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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